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日本朝日新闻6月22号报道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已经承认杀害英国人海伍德等犯罪事实 报道说中共当局已经决定起诉谷开来 并开始调查薄熙来本人当时是否知道谷开来的连串行为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谷开来承认从90年代前期开始到被捕前 他利用薄熙来的地位收受有关企业的现金 为了隐藏这种非法收入 他用亲戚朋友的名义在美国英国开设银行账户 并转移了60亿美元 海伍德协助开设账户和货币兑换等 报道引述中共内部人士的消息说 谷开来招供他杀死海伍德 是为了阻止他泄露向海外非法汇款的犯罪事实 并供述了具体的杀人经过 中共当局已逮捕了薄熙来担任大连市市长期间的 几十名市委官员 秘书 司机等下级和亲信 将他们集中起来调查案件 同时调查搜查了与薄熙来有关的几百名企业高层 艺人等关系人 中共重庆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6月22号选出了新一届市委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 薄熙来当初的心腹中唯有黄熙帆因为倒戈而得以自曝 被留在常委中 而原市委常委徐明和世忠都已出局 之前备受外界关注的重庆市前副市长 公安局长王立军接任者何挺也没有出现在常委名单中 徐明在重庆有薄熙来文胆兼智囊之称 重庆当地形容薄熙来文有徐明 吴有王立军经济有市长黄熙帆 因此在此之前当地有消息认为 若要清算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为 徐明将首当其中 而何世忠则被称为薄熙来的喉舌 掌管宣传部门并帮助薄收买学者进行舆论宣传 并攻击政敌 这几年紧跟薄熙来的重庆市长黄熙帆 自从2001年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开始 在贺国强 黄振东 汪洋 薄熙来 张德江 五任重庆市委书记手下工作 被外界认为极具政治手腕 甚至被讥讽为武朝元老 这次因大肆揭发薄熙来的罪行 得以担任市委副书记 旅居德国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义武 6月21号获得了德国最高的人门奖 图书贸易和平奖 奖金25000欧元 这是这个奖项成立62年来 第一次颁发给中国作家 颁奖仪式将在今年10月14号 于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行 和平奖评审委员会表示 把这个奖项授予廖义武 是为了表彰他以有力的语言和无谓的精神 来反抗政治迫害 坚持不懈的为中国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群体发声 廖义武1958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 曾经历尽监狱酷刑和六四镇压的沧桑 又跟中国底层有深入的交流 亲身了解到中国监狱和被压迫者的生活 他以亲身经历写成的中国底层访谈录 2001年一经出版 立即遭到中共当局封禁 但这本书在美国和德国出版后 受到了西方读者的关注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众朋友